王世聪身带着穷花图进长安要匡阳广下阳州 说是县图,实际上这是一条计谋 王世聪带着这图就来到了长安城 住到殿坊以后,偏巧得知了这么一个消息 现在长安城皇宫外正在张榜招人 找能认识这个花的人 王世聪来到宫门外头一看这花图啊 王世聪心里边是暗暗的惊喜 心想,这难道说是老天爷助我一往之力吗 怎么他挂的这个花图就跟我要献的这个花图是一样的 不谋而合 所以王世聪就把这个榜文给接下来 他这一接下来 旁边的官差就问王世聪 这一问他,王世聪不告诉他们这花苗 也不告诉这花是生长在什么地方 这官差只好往里边禀报 看榜文的这官差不能直接向杨广那儿汇报 他得向他的上一集汇报 他的上一集呢,也就是杨广殿下的内侍臣 内侍臣一听说有人接这花图了 急急忙忙把这个情况就跟杨广说了 随阳帝杨广一听说居然有人接这花图 马上降职 吩咐让接花图人上殿面军 论说呀,王世聪是一介平民 在这金殿上下跪都没他的地方 可是今天皇上要见他 只好把王世聪领到金殿之上 距离阳广很远 王世聪就跪下 不敢抬头 未上殿之前 内侍臣已经简单的交给他叩拜之礼 王世聪行完礼之后 口称草民王世聪 给万岁见礼 吾皇万岁万万岁 杨广在上门望下一看 下跪之人叫什么名字啊 小人我叫王世聪 你是哪儿的人呢 呃,我来自江都 祖记是陕西新丰 王家庄的人 哦 朕问你 你在武朝门外 把这个榜文接下 榜文上所画的那朵花 你认识吗 王世聪说 小人认识 不但说小人认识 小人此来 倒在长安城中 正是向陛下来献花图的 没想到 我所献的花图 和您在武朝门外 所张贴的那张画 是完全相似 这叫不谋而合 故而斗胆 把那榜文接下来见圣上 哦 你是献花图的 先把你的花图呈上来 预阵观看 他们有人过来 就把王世聪身上背的这个花图 拿过来 这张花图拿过来 呈现给杨广 杨广在龙叔岸上打开一瞧 嘿 杨广心想 我梦里边梦见的就是这花 武朝门外画的也是他 他这花跟我画的那个真差不多 嗯 杨广心想 万万没有想到我做这个梦 还真能够如实兑现 人世上真有这种花 杨广就问了 王世聪 我来问你 此花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王世聪说 小人知道 此花名月 穷花 杨广一听穷花 穷花这个名字 是他妹妹 杨广心想 怎么叫这名呢 啊 他妹妹 杨广曾经调戏过 这穷花公主 一怒之下 跳井死了 杨广心里边 围之一动 杨广又看看王世聪 王世聪 这个花名 是你给起的 还是别人给起的 王世聪说 陛下 小人也是头一次 见到这样的花 这个看到这花的人 他就跟我说 他说这个花本名 就叫穷花 哦 此花生长在什么地方 呃 这花生长在 江都城中 三清观后院 院子当中 这花是何人所在呢 回陛下 这花是何人所在 他生于何时 呃 无从查口 小人到在那后院的时候 就已经见到此花 看这个三清观的 有一个道士 叫铁观道人 我问道人 道人说 他来的时候 这花就已经存在 要揪其根底 现在找不出来 也说不清楚了 哦 那么穷花这个名字 是从上一辈人传留下来的 对 正是 我来问你 这个花 你亲眼目睹过 王世忠说 正是 这个花就像你 图上所画的这样吗 王世忠说 对 陛下 这个花啊 高约一丈雨 花开有陡大小 分五种颜色 而且风吹摇曳 香气四溢 据那个道士讲 说这个花啊 非同一般的花 乃是花中之王 说这个花 如果要见着真主的时候 他会自己摆动 风吹的摆动 那不算 在无风的状态下 真主一道 他好像也能够参王败嫁一样 道人那么说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因为这个花还没有见过皇上 所以这个道人画了一张图 让我带到禅安城中 呈现给圣上 希望圣上如果有侠 不妨到江都一关 看看这个穷花 也许穷花见到圣上 真龙天子 他会无风而自己叩拜的 王世忠一说这句话 杨广一听 更感到有兴趣了 哦 原来如此 王世忠 那么把这个花 把它挖掘起来 用车辆运到我的长安城中 你看如何呢 王世忠说陛下 这万万不可 我曾经问过那道人 道人也听到师父讲过 说这个花长在那个厚殿 从来是不能动的 他的老师跟他讲 说此花不能离寸地 这花离开那个地方 他就会死 所以不敢妄动 地下如果看 只能劳动您精神大驾 倒在那里亲自观瞧 哦 杨广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他看了看旁边的余文画集 长相 你看如何呢 余文画集说陛下 不知您对这花是不是感兴趣 如果您要喜欢的话 不妨您龙驾亲行一趟 嗯 好吧 杨广说既然这样的话 朕有意 下扬州到江都看看这个穷花 不过朕要去吗 事先得做一些准备 王世聪 朕有言在先 谁要是接了这个榜文 朕就封他为三品花太守 那么花既然叫穷花 朕就封你为穷花太守 官居三品 这官当的太容易了 就送那么一图 认出那么一花来三品 这三品官 那级别可不低呀 比现在省级干嘛还高呢 所以杨广一说这句话 王世聪跪到地上 立即谢恩 同时杨广说 从国库里边拨出来 二十万两银子 由王世聪支配 同时再配上朝中两人 跟着他到江都 按照杨广平宿当中 修建宫殿那个意思 就在江都 也就是在扬州 修建一座穷花宫 待等宫殿建成之后 杨广要到扬州去看穷花 旨意这一传下 王世聪再三谢恩 王世聪心想 杨广好 只要你到扬州去 倒在那里 我们就想办法 让你有去无回了 这朝中派出两个人来 跟着王世聪 国库里边拨银子 王世聪带着人 回转江都去修造穷花宫 这咱们就不说了 前面把王世聪 这个事安排完了之后 杨广跟于文化就就商量 如果说这穷花宫 修建好了之后 上江都去 咱们怎么走呢 于文化就说 陛下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杨广说 我说这意思 是走旱路啊 还是走水路呢 于文化就说 陛下 您要从这往那走 只能是走旱路 但是呢 愿意走水了的话呢 只能是断断续续的走水路 走一段水路再走旱路 因为没有直通的水路 阳王一听 没有直通的水路 朕要下扬州看穷花 兴致昂然 传我的旨意 挖一条河 直接给我通到江都 我要坐船去 这杨广 真可以说是 恢复无度啊 他为了上扬州 看看这穷花 他为了要坐船去 愣要开一道河 这就是后来 一道我们现在的那条大运河 最初开始就从阳广这开挖的 阳广告诉 运文化就 做好准备 派人 给我挖河 运文化就一听 皇上有这意思啊 那得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啊 那就挖河吧 说挖一道河 谈何容易 那得动用多少万的民工啊 那得昼夜的兼程的干活啊 平地里开昌河 不光说要挖一条河 杨广说了 走水路是走水路 我在船上坐着走 但是我可不在船上睡 怎么办呢 在河旁边 给我修建行工 三千里开昌河 七十里地搭行工 这工程可就大了 阳广那个旨意 一下去 运文化即 马上吩咐 首席人按照皇上的旨意去卖 不过有一样啊 这条河要开出来 一路的行工再搭出来 他得一段时间呢 阳广问运文化即 估算得多长时间呢 运文化即说 陛下 这条河要挖出来 再加上搭行工 即使调动数十万百姓 调动沿途各州县的官员 齐心合力都办这件事 最快的说他也得一年多 啊 阳广是得那么长时间 哎呀 一年多时间太长了 我不能在这干等一年啊 这个期间 我可以上别的地方游逛游逛 阳广坐着就跟运文化去商量 说朕什么地方还没去呢 东南西北都想了 阳广为皇帝的时候 曾经出兵争讨过高丽 所以往东北这个方向 这条线 阳广都知道了 南方的阳广仰看着就要下阳州了 这准备要挖河启程了 往山西那边走吧 阳广啊 忽然想起了唐果公李渊了 这李渊跟他是两仪表兄弟啊 但是杨广对李渊很恨 恨在哪里 就因为当初 征打南臣的时候 李渊把杨广急于想得到 想看 而没看到的一个大美人 而张丽华给杀死了 陈后主陈淑宝有一个最漂亮的女人 叫张丽华 这张丽华据说有倾国倾城之色 当南臣主兵败如山倒 眼看着就完的时候 杨广让李渊 一定要把那个张丽华你给我保住 结果李渊到那 就把张丽华给杀了 李渊认为张丽华 这个女人 是祸国殃民的女人 心想倒在杨广手里面更为好 李渊看不上杨广 贪恋酒色这一套 正因为这样杨广恨李渊 所以有当年林同山查处港 截杀李渊那一段 可是现在杨广已经当了皇上了 李渊是他的臣子了 杨广对李渊那个恨哪 好像减弱了一些 但是最近呢 杨广觉得自己宫中的这些女子 虽然说是成千上百 他没有一个看上的 最宠戴的一个人 就是他的娘娘萧妃 这个萧妃娘娘啊 长得比较漂亮 有的时候 这杨广跟这余文化吉 无话不说 跟这余文化吉就说 你说这萧娘娘 能赶上那个张丽华吗 这余文化吉啊 当年曾经在前线上 打进南春府的首都 见过张丽华 这余文化吉跟杨广就讲 哎呀跟张丽华比 那是星星跟月亮 他这么一说呢 这杨广就更想 哎呀当年的张丽华 要不让李渊给杀死 你说要是给了我 这给多好 一个角色美人 死在李渊手中 他对李渊这个气啊 就又来了 他今天杨广 突然想到 我上太原看看 李渊不是在太原 当谭国公吗 我到他那里边瞧一瞧 余文化吉说陛下 您要到太原府去 那得在那给您修行功啊 全国各地都有您的行功 唯独那个地方 没有行功 杨广说 那就降一道旨意 让李渊给我修一座行功 余文化吉说 好陛下 这旨意怎么降 您自己提比 这时间多长 由您决定 杨广说话吉 一般来讲 要是造一座宫殿 按照李渊在太原府 这个地方要求的话 得多长时间呢 余文化吉说 要在那儿造一座宫殿 也得一年吧 杨广说 一年 那我就不上太原了 那么我就等着上扬州了 我看群花去了 余文化吉说 那您可以时间提前呢 这话您说了算 您就让他三天造出来 那他也得造啊 杨广笑了 三天造一座宫殿 这不叫强人所难吗 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不过李渊这个人呢 倒是挺可气 这回 朕给他降旨一道 一百天他能造得出来吗 余文化吉说 一百天哪 我料他造不成 一百天他造不成 那么我给他一百天限期 一般人要听着 还算宽容吧 当然当然 陛下 给他一百天就算宽容了 好 那我就给他一百天的限期 他如果造成了这个宫殿 他就没有罪名 造不成这个宫殿 我就杀了他 余文化吉在旁边瞄了一句 陛下 您真圣明啊 一百天 他造不成 您杀他 他造成了 您也得杀他呀 杨广说 为什么呢 余文化吉说 您想啊 这一百天 在太原那个地方 又叫进阳 这宫可以就叫进阳宫 他要修一座进阳宫 一百天造起来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不可能的 他能造起来了 就说明他早就修了宫殿了 他早修了宫殿 就有篡位之意 他想在地方昌立呀 杨广一听 冲着余文化吉笑了 哈哈哈哈 化吉呀 真有你的 你这句话 说到朕心里去了 好 我就将只让他百天之内 给我造出一座进阳宫来 造成 他也是死 造不成 他也是死 化吉说 陛下 对呀 这样一来 您心里面是不是 这口气就顺了 杨广说 好 杨广当即将一刀圣旨 派人飞快的把圣旨 送到了太原府 交给了谭国宫里面 圣旨上边写得非常清楚 献李渊一百天之内 造出一座进阳宫 进阳宫造出来之后 杨广要御驾亲临 到太原府前去观看 这道旨意来到谭国宫里面 手里边 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 咔嚓一下子 把谭国宫里渊就给震住了 怎么震住了 谭国宫里渊那是明白人 李渊一看圣旨一百天 造一座进阳宫 供皇帝居住 那是闹着玩的嘛 而且这个圣旨来了之后 还带着图纸来的 这图纸就说按着什么样修 按着什么样造 一看这个图纸 李渊一瞧 一百天 两百天也够造成的 这怎么办 李渊当时就把自己的儿子找来了 现在李渊有四个儿子 长子建成 四子市民 三子圆籍 四子圆霸 这四个儿子 有三个儿子 可以跟他在一起议事 那个小儿子李渊霸呀 是个人麻不懂的人 浑浊猛愣 傻是呵呵 说没有什么事可以跟他商量 建成圆籍李世民都找来了 李渊把这个皇上的圣旨给他们一看 李渊说 你们哥仨听着 咱们爷们大祸临头了 现在随阳帝一到圣旨到此 让我们一百天修建宫殿 你们说咱们能不能修建得成 建成一看 把脑袋一摇跟波澜谷一样 爹呀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么大的工程 百日完成 那谈何容易啊 爹我给您出个主意 您哪 把咱们家里边这两位 术士请来吧 李渊家中有两位门客 一个叫袁天刚 一个叫李春风 这袁天刚跟李春风 这两个人呢 据说 知天本小弟里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李渊看他们是个多才之人 留在门下作为门客 就像朋友一样对待 平常尊称二位为先生 建成一说这句话 李渊马上吩咐首席人 把袁天刚 李春风两个人请来了 二位来了之后 李渊把这个情况跟他们一讲 圣指望了一摆 图指望了一放 袁天刚李春风两个人看了看 谭国宫 您知道这个圣旨里边意味着什么吗 李渊说意味着什么 皇帝呀 要借机除了您 为什么 袁天刚说 你看哪 百天造这座宫殿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要把它造成了 他们会怀疑你 早就修了宫殿了 早修宫殿就有意称帝 您就是死罪 如果一百天 你没造成 那么您抗旨不尊 也是死罪 李渊说对呀 这个事我也想到了 我是怎么着都是一个死 请二位先生给我出个主意 能不能有不死的招数呢 袁天刚李春风互相看了看 要是不死的招数 那我们就勉强而为之吧 二位先生没说话 李世民在旁边说了话 爹 我有个主意 百天之内 可以造成这座禁阳宫 今天我们就演道行 第一次 今回我们就会做的 这么做的 幸福 道行 那我更乐意 就 així 不死的招数